Jackson 王嘉義可以說是多材多藝 唱歌、設計服飾和時裝秀 他主理的時尚品牌最近又有新搞作了 除了推出漫畫書之外 Jackson 還和位於新加坡的主題樂園合作 將自己主理的漫畫世界 變成萬聖節的鬼屋 這日Jackson 亦相約了兩位老友 Tais Nioshi 和著名的日本平面設計師Ferri 率先體驗鬼屋 想不到Jackson 被自己的創作嚇倒 中途一團大男孩 還你推我讓 不想先走 你先給個眼睛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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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夠了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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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準備好了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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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準備好了 雖然Jackson 經意嚇得有點離運 但獸經指數也絕對不夠Taisen那麼高 因為他害怕得連未婚妻也會丟下 令Jackson要提醒他要看著嫂子 你叫嫂子吧 不過最恐怖的時刻竟然是鬼屋的出口 事關整村人拿好手機 要拍下他們體驗完的反應 Jackson一度害怕得腳軟 而Taisen更加不斷傻笑 你欺負其他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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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體驗完鬼屋之後 Jackson也有舉行簽書會 慶祝他主理的首本漫畫書面世 和過百位粉絲近距離互動 Jackson也有以語音訪問 分享之後的計劃 我覺得去年和今年 目前為止我們做的所有事情 關於Under the Castle 都是一個teaser 預告片 我們的完整的一個漫畫 comic 和完整一個animation 動畫 現在開始的一年半內 我們會 這是公開的公開 今次去 和Verdie 和Taisen Yoshi 和Paulo 還有 我 T1 Design 和T1 Record 的團隊 一起去 那 我覺得整個 除了 那個Hunted House 之外 我覺得是一個 360的體驗感 是整個Vibe由它的設計開始 Decoration 有吃 有喝 整個整體的一個Feeling 我覺得是做得對我來說 目前是OK 我覺得做得 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下次會再努力一點